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693集 此时西蒙托夫忽然想明白过来 林宇越是装出一副有诈的模样 说明他身子越虚弱 越不堪一击 他只能通过装枪做事来震慑住他 让他不敢动手 以此来拖延时间 等待燕子呼救云州 一起来营救他 所以他故意说出这番话 来试探林宇的虚实 但他没说完这话之后 林宇嘴角仍旧浅浅地笑着 他脸上古井无波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对你的体力 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今天我一整天都跟在你身旁 直到冲到顶楼的时候 你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在跟三名魔鬼的影子战斗完之后 更是偷执得厉害 刚才再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你的上势更是进一步加重 所以你此时的身体状态 绝对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甚至已经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 看来你学中文不怎么样啊 奄奄一息是形容马上要死掉的 仅剩一口残余之气的人 你看我说话这底气 像是将死之人吗 西蒙托夫闻眼双眼末的一亮 脸上浮现了一丝极为兴奋的身材 他激动道 何家荣 你果然够奸诈 如果你不急着否认 或许我真有可能上了你的当 但你这么急于否认 说明你就是在虚张声势 想要故意拖延时间 此时他已完全识破淋雨 确定他就是在装枪做事 故意吓唬他 话音一落 他没有再犹豫 紧握手中匕首 脚下一灯飞速地 朝依靠在水泥柱上的淋雨扑去 看到西蒙托夫迅速地扑来 淋雨脸色骤然一变 眉雨之间闪过了一丝惊慌 而这一次细微的表情 被西蒙托夫尽收眼底 他嘴角勾起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冷声说道 去死吧 西蒙托夫这一功 几乎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体力充沛的他爆发力极强 所以这一刀割出的速度极快 力道也极强 摧枯拉朽地割向了淋雨 落漏的脖梗 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将他整个脖子扎穿 并且重重地盯在水泥柱上 而淋雨此时仍旧踏实地靠在水泥柱上 仰头闭着眼睛 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金属摩擦之声 西蒙托夫手中的匕首刀尖 最终果然狠狠地扎到了坚硬的水泥柱上 但是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手中的刀刃并不是穿透淋雨的脖梗 再扎到水泥柱上 而是整个刀身错过淋雨的脖梗 直接扎在水泥柱上 西蒙托夫心里就咯噔一颤 瞳孔骤然间放大 惊骇万分 我这一头不应该是准去呜呜的 扎到何家荣波梗上 让其血剑当场吗 这么会只扎到了水泥柱上 而林雨仍旧闭着眼睛 身子和头靠在水泥柱上 仿佛根本就没有动过 就在西蒙托夫原地愣神的刹那 林雨双眼没得争气 眼神明亮无比 而且阴韵着一股得意的笑 未等他反应过来 林雨右手手肘突然狠狠一击 郑重西蒙托夫的左雷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西蒙托夫身子瞬间倒飞出去 重重地趴在地上 西蒙托夫无比痛苦地闷哼一声 双手一把捂住自己的胸口 宛如虾 蜷缩在一起 额头上冷汗如雨 他只感觉到林雨这一周几乎将他五脏六腹 尽数捣烂 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了 这一次呼吸宛如刀割一般疼痛难当啊 你现在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吧 这时靠在持住上的林雨 这时靠在迟柱上的林雨悠悠说道 最终还是一次中了何家荣卑鄙小人的奸计 同时 他一时间肠子都悔轻了 暗恨自己怎么那么不争气 竟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中计 只能怪何家荣这个卑鄙小人太会演戏了 其实林雨并没有故意演戏 一开始林雨确实想要从地上爬起来 防备西蒙托夫突然对自己发动攻击 但是他尝试了几次 发现自己这回摔进来是伤得太重 手脚酸软麻木根本爬不起来 索性他灵机一动直接瘫坐在地 利用西蒙托夫心里的忌惮虚张声势 对其进行震慑 果然这家伙一时间被吓得不敢上前 林雨便一边和他纠缠 一边调整呼吸给自己身体恢复的时间 同时积蓄力量 虽然他头枕在水泥柱上 双眼闭上 但是他一直仔细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防备着西蒙托夫的攻击 在西蒙托夫发动攻击一刀刺来的刹那 林雨眼神微眯 身子瞬间右偏 精准地躲过了这家伙刺来的那一刀 而他也早就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趁西蒙托夫内驾打空 他卯足了力道 利用自己的右肘 这个人体上最具杀伤力的部位 狠狠地砸向了西蒙托夫的左肋 从西蒙托夫痛苦的表情来看 足可以看出这一轴的杀伤力了 只不过可惜的是 如果换作榜长 林雨这一轴完全可以将他当场击毙的 但是现在身负重伤体力耗尽 哪怕拼尽全力的一轴也只是对他形成有限的杀伤 从骨头最烈的声音来判断 西蒙托夫最多也就是断了两根肋骨而已 而且内脏被震伤也不算严重 最多就是他实力下降了三四成 但是这种状态下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林雨虽然一击得手 但他已被震得胸口一闷 一口鲜血瞬间窜伤了喉头 不过这一次林雨并没有将鲜血吐出来 而是又生生地咽了回去 同样这一击也让他积攒的体力彻底消耗用尽 已无力起身 所以他仍旧坐在那儿继续等待体力恢复 为了防止西蒙托夫看出异样 他脸上再次装出了一副平淡的样子 笑咪咪地冲着他说 我知道你这个人疑心病很重 如果一开始就装出虚弱的样子 你一定不敢上前来杀我 那我自然也没有机会打你这一种 所以我故意警告你 让你误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 使用语言恫吓你 以你多疑的性格一定会反复地揣测 最后反而会上当 果真被我猜对了 他知道诱敌深入之后 然后再乘机反击 是他痛击西蒙托夫的最好办法 也是大幅削弱西蒙托夫战斗力的唯一机会 等西蒙托夫有了防备 跟他一对一全力对战之时 他再也不会获得如此好的偷袭的机会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